神У 輝聖諸親 兩年前 勞動部把外籍貪戶工聘請的資格放寬 讓 80 歲以上老人 80 兩表 60 分以下就能聘請 外籍看護工的人數就往上竄 到現在已經有 21.5 萬 他在日前宣布要進一步鬆綁 把 85 歲以上有任何一項生活功能 有點不符正常就可以請外勞 等於針對所有 85 歲以上老人全面鬆綁 那勞動部估計會有 3 萬 5 千個外勞進來 但是由於全面鬆綁 我們估計是會更多 現在台灣各式長照服務它的類型裡面加起來 這個家庭外籍看護已經占到 61 趴 這是現況 那如果在現況下大家看到 由於你家庭外勞看這麼多 我們雖然訓練了 10 萬個照顧服務員 可是有 57 趴他們都沒有工作 尤其是我們最需要的最需要發展的居家服務 這裡只佔了 8 趴 那麼只有 5000 多人就業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影響所及大家可以看到 勞動部說要讓外勞進來 那可以讓台灣女人沒有後顧自由去工作 但是另外一方面 由於結構性的因素 大家知道外勞品質也不良 所以使用外勞的家庭 幾乎都還是旁邊跟著人 你也不能夠出去工作 然後呢 他又搶走台灣 使台灣因為外勞都被迫 兼顧了所有的工作 然後就親朋好友啊 鄰居啊 的家務工作也撈去做了 尤其輕度失能 根本就沒有需要24小時一對一的照顧 那這些外勞去做什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灣女性的就業率 跟這個有好的長照制度 然後用本勞的國家 日本跟瑞典比較 台灣女性的就業率到 可以看到 紅色的這一條是台灣女性的就業率 最高的那一條是瑞典 再來綠色的那一條是日本 你可以看到台灣女性的就業率是這麼低的 勞動部做這種宣布 但是另外一方面 衛福部或者是執政黨政府 信誓旦旦要趕快推長照服務法 要建構全面性的長照服務網 然後要讓長照保險上路 那我們發現這兩套政策 是完全衝突錯亂的 這令我們為這個政府 每退一套政策就是錯亂的 然後行不通 然後弄得更亂更糟 因此是我們憂心忠忠 這個12月6號在那個勞動部發表了這個 要再放寬外勞的措施之後呢 其實引發了一些 就是關心長照議題的團體 非常的憂心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在這邊 嚴厲的譴責 政府在前面做一套 後面再說一套 因為衛福部就這一兩年 至少在從第六屆的立法院的 第七屆到現在的立法院的會期裡面 不斷的對外宣稱要推動長照服務法 然後要把長照的最後一塊拼圖 所謂的長照保險法要拼起來 但是在這個同時呢 我們卻發現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長照服務法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卡在哪裡 因為我們認為 台灣的長照長起來 人力跟服務都不足 那長不出服務跟長不出人力的時候 用長服法其實圖法無語自行嘛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衛福部是不是在長照服務的那個 要如何讓本地的就業 本地的人力跟服務長出來的 這個部分能夠在長服法裡面 多下一點心 那當然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是推出了一個長照服務網的計畫 試著用分區的方式在資源匱乏的地區 能夠讓長照服務分區去給資源 然後讓這些服務跟人力 可以回到在地的社區裡面去 然後所以在這個服務網計畫裡面 很重要的一點是說要優先發展跟獎勵 社區市跟居家市的服務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當我們去談到老人要在社區裡面老化的時候 你旁邊有人可以照顧 這是很重要 就是社區裡面的人力 可以照顧老人是很重要 而不是把老人送到很遠的機構去嗎 真的要來譴責勞動部 在最近發布的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覺得它真的是 我常常形容是帶頭作亂 因為台灣正在推動整個長照制度的建立 這組織工作是在衛福部 那已經很努力想建置整個長照的系統 花了長照十年計畫已經進行了七年 如果這個政策一推動85歲放寬外勞的聘請 我相信整個會破功 好不容易建置起來的居家市社區市的服務 可能很快的就整個都會打回原型 外勞的權益呢 如果沒有得到保障 外勞如果越是連假的話 其實呢 本勞呢 就越沒有工作機會 就越沒有出入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家庭外勞 家庭外勞呢 它目前是沒有適用勞動基準法 所以呢 它不是用目前的勞工法令的保障 這一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那我們在家庭內的外勞的人數越來越多的話 那我們可以可想而知 所謂的十年長照的一個計畫 根本就是寒假的 十年長照到底能夠讓這個本國的照顧體系 能夠發展起來 也完全是一場空 外籍看護一再鬆綁 外籍看護一再鬆綁 臺灣長照死路一條 臺灣長照死路一條 下一次喔